大家好 今天2021年10月28日星期四 今天焦点继续有我周天伟和周庸 为大家分析时辞 Robert 今个星期六 就是立法会选举提名期展开 终于来了 我们对12月这一场香港未来四年 有举足轻重影响力的选举 在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 会有什么新气象呢 我们今天想和大家讨论一下 我们讲选举 大家有兴趣应该知道 背后 你也知道 每个人都问我没有份 我希望拉票 每个人都在做这一件事 很特别的地方 今年是第一 没有了反对派 有些人是想取代反对派的位置去选 他能不能拿到反对派的人的票 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我不喜欢民建联 所以我一定要投下什么 有没有这支歌仔唱 老实说没有人能估计得到 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就是 建制派一向都有些铁票 到时如何呢 现在外面的流传最轻旺的说法 或者什么呢 就是受祝福的名单 大概有五十个人 是 但是呢 受祝福而已 但是我包你一定要拿到票 那两件事 第一 你就是直选的 老实说这个不知道 但是 当然 配票可能你有些份 但是外面其他人 投不投你呢 就没有人知道 没有人控制得到 没有人知道 是 好了 你说其他 就算配票 我们解解 配票的做法 如何做法 以前的做法呢 有个说法呢 就是说 35%就是支持这个反对派的 有30%就是支持这个建制派的 另外有35%是中间的人 看他们移左移右来决定 当然 你自己的30% 建制派的30% 当然 现在是可以 就是配票 其他方面你做到 正如这个反对派的35% 他们都可以控制到 做到 那问题就是 到今天 你还是控制到 只是那30%的票呢 另外 有65-70%的票 你基本上是不能控制的 换句话说 今次 到时 你出来 帮忙 你出来 看一看 即是选 保不保对你一直 你问我 我觉得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所以 如果你问我今次的选举 如何 唯一 可以说 一定是有90个人当选 那 是什么人呢 如果我会买呢 我会买 我会买 现在现任的立法会 无论他直选 或者他去 功能阶别 或者去 去选委 他们的机会 是比较大 但新人 究竟有机会有多大呢 是一个很大的问号 是 其实 今次 最引人关注 就是 又在DQ 和爱国者治港的原则下 所谓的反对派 其实他们已经说了 大家都知道 民主党在高门南下 有人拿不够票出战 文协虽然说 报名是开放的 但没有人问 没有人报名 他只是这样说 现在只是这样说 你看到星期六 开始的时候 是不是真的没有人 会出来呢 这两个党 叫做 就是泛民的大党 也有前民主派成员牵头的 新思维 主席阿迪志远 已经说了 会出战社福界 他们的副主席 王俊朗出席 九龙西直选 副主任崔定邦 会参选九龙中的直选 至于民主思路的召集人湯家驊 也有说过 他们的党 都有四至五个人的成员 有兴趣去参选 首先一件事 你告诉我 有什么人出选 我相信民主党 可能是没有人去参选 公民党也不用问 不用问 公党也没有什么可能 这三个大党 大的泛民党 泛民党都没有人 我觉得 就算他们有人想出 但能否拿到提名 都成为一个很大问题 或者会不会被挑 现在在说 刚才你所说的新思维 你所说的民主思路 他们参选 他们能否拿到 泛民以前的35%的票 这个真的很成问题 老实说 走这样的大人 我相信去英国那些 走了很多 只剩下那些 可能不投票的机会 是比他大 比他投票的机会 有个人出来 不是民建联 不是工联会 你就是我爸爸的票 是否这样想 我想提出给大家想想 你是怎样想的 你早上听的黄电台 其实他们已经铺了几个月 只有一个黄电台 应该说是黄主持 因为黄主持 这几个月 经常有一个意识形态 被他们的听众 就是黄友 经常说 立法会选了吗 关我们的事吗 其实他们正在吹 说现在的立法会 是不关我们的 他们不可以说出口 但我这样看 我觉得大家应该投票 我觉得一样 我不需要说 建制派的30%的铁票 我也不会斗 这个泛民 旧时泛民反对派的35% 我叫不动他们 但其他那35%的市民 我就会告诉他们 你应该投票 真的 你投哪个我不管 老实说 最重要一样 从今天开始 你不要看颜色去投票 真的 其实每个人 不是蓝 而是红 没有什么黄的出现 就算其他有些人 你说那些参选立法会的人 参选立法会的人 老实说 真的没有什么黄的 真的没有 那问题就是一件事 你要问一句 你这个人 做了立法会议员 他支持 他的贡献 他的贡献 会不会大呢 如果贡献有的话 你觉得他有贡献 投他一票 因为为什么呢 不是说到时 我们投票得很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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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上几次 就大概五十几个%的人 投票 我想你跌大概10% 20% 即大概有四成的人 投票 我相信都有的 但其他一件事 无论如何 大家是应该投票 因为你投票给那个人 无论他是建制派好 还是什么派好 但总之 他是爱国者 所以 但因为你是 你自己都是爱国者 所以你更加要出来 投票给爱国者 令到香港继续有爱国者治港 这个是我向大家的呼吁 是的 不过今年 今届应该这么说 有一个比较特别的现象 就是有些建制的KOL 全民会出来选 不出来的 因为有了知名度 其实我觉得 也是一件好事 是好事 好事 如果有90席的立法会议员 其实包罗万有 有一些可能已经是现任的立法会议员 其实他们都挺贴地 说真的 他们现在是贴地 对 他们是贴地 也是很努力的 你说KOL 是否只是靠把口呢 也不是全部都是的 不过他们可能都有一某程度上的影响力 我觉得都是很乐意见到有不同的KOL 例如陈泳因 闪国林 华记 出来选 李子敬南 我也觉得是一件好事 其实除了KOL之外 其实有一些消息已经是说 有些人会出来选 有些说法就是 好像无党派的方角山 都很大机会出展新界东南 2016年在超级区议会议席入局的周浩鼎 会转战新界西北 九龙和港岛都会有新民党的陈嘉佩出战港岛西 工联会的邓家彪 会接王国健出战九龙东 至于民建联主席李慧琼和前议员陈海恩 都会在九龙区卷土重来 我觉得也是一件好事 明天的节目都未可以说 大家听有谁出来选 大家猜 下星期一 下星期一就开始有些 是否你是第一天 每个都走去报名 也未必是 大家慢慢看 到时你喜欢谁投哪个票 但我最重要的那句话 也要跟大家说 今届如果大家是爱国爱港的 尤其是爱香港的 一定要投票 因为不可以被人觉得 因为没有了泛民 没有了反对派 大家对立法会没有了期望 不是的 其实大家反而要更加要出来投票 令到香港的投票率不会跌得太多 我觉得是这样 其实现在的立法会议员 自从2019年黑暴 很坦白 现在现任的立法会议员 大家不要常常标签他们 是什么党 或者建制 其实你看到他们的出席率 无论是议会的出席率 还有最近也有个民调 香港研究协会 日前也有做了一个民调 就看了现在现任 有一些立法会议员 究竟现在的市民对他们的评分是怎么样 麦美娟现在做得最榜首 Alice是真的取代田北辰 对 取代田北辰 说真的Alice是真的很硬 他真的是实干营 就好像是 柯创盛、陈恒彬、李慧琼、周浩鼎和何君耀 都在评分上是有上升 我觉得他们实至名归 说真的 他们真的是实干营 我参加了一个正论辩论比赛 这个是由民建联搞的正道至正理念课程 完结的时候大家便变难 里面有很多个是年轻一点 不是民建联的人 亦都有议症或有兴趣在政治方面 也有很多是立法会议员 老实说我过去这么多年 都有听着那些议员说话 老实说今次听完这班大家辩论之后 基本上我的感觉就是大家的水平 辩证的水平和论证的水平 是提高了很多 所以我希望大家 要给一些机会 我们立法会参选人 听听他说什么 听听他说什么 然后决定投哪个票 但投票你一定要做 是 所以今年的12月19日 即这个立法会选举 我们真是热烈地呼吁 全港的香港市民 你有投票权 真是要出来投票 是 记得12月19日 记得一定要投票 好 今天的今天焦点来到这里 明天再和大家见面 拜拜 拜拜 拜拜